你是富二代还是掏粪工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在法华经的信节品里有一个大富长者穷子欲。 释迦牟尼佛给虚菩提授记,授记就是授记你在什么时候成佛,国土是怎样的,多少节正法,度多少众生,全给他说了。 说了以后虚菩提欢喜地说,哎呀,我跟着佛陀出家居僧之手,是首席十大弟子,我活了这么老了,只是修空相、福相、福作等等这些菩萨的游戏神通。 佛国净土这些法我想都没想过。 佛今天给我授记以后,听到这样的稀有难得之法,才感觉无量的珍宝我不求就得到了。 在我们世间不求就得到,除非你干嘛,就是你爸有钱,继承了,直接继承财产,直接就成你的了,而且早就是你的了,就等着你去受用。 什么叫做大富长者穷子欲,就是好多人不相信自己能成佛,我将来能跟释迦牟尼佛,阿弥陀佛一样,他不敢这么想。 大富长者穷子欲,是法华经里一个有名的辟语,说有一个人年幼的时候就离开了父亲,就像咱们流浪在生死苦海六道中,从小就离家走失了, 长到十岁,二十岁,一直到五十岁,已经很年老了,还是穷困潦倒,到处去乞讨。 有一天乞讨到他的家乡故国来了,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发了大财,富可敌国。 这个父亲每每想起失散的儿子,就想什么时候找回儿子继承财产,心里就没有什么挂碍了。 有一天这个儿子流浪到父亲的庄园,远远看见他爸,无人围绕,坐着七宝罗汉床,脚踏的都是红木家具,就跟咱们现在的人一出来坐着豪车,大家恭敬围绕,保障滑盖等等。 他一看这么有势力的一个人,吓坏了,他只是想找一个活儿干,在穷人堆儿里面转一点吃喝就行了,心想这不是我干活的地方,待在这儿万一把我逮着了就惨了,就赶紧跑了。 咱们就是跑了,跑到娑婆世界来了,穷人堆儿里呀。 贪嗔吃剧族的都是穷人。 看见佛国净土,离得远远地说根本与我无关,好多不能信受净土的人就认为极乐世界与己无关。 他不敢信,不敢承担,说哪儿有这等好事呀? 不劳而获,这个父亲一眼认出来自己的儿子,赶紧叫人把他带回来。 可这个儿子还以为自己触犯了豪门,直接吓晕过去了。 父亲知道自己太豪惠了,这个儿子一直下恋,不敢再这样硬来,只好先放了他。 这个儿子就又很欢喜地回贫民窟去了。 为了让儿子回来,父亲想了一招儿。 让一个仆人穿着不好的衣服去找儿子,说我们家有一个掏粪的活儿最适合你了,给你的钱比贫民窟里多一点儿。 这个穷子就高兴地同意了,这就慢慢上道儿了,心开始发,有一点儿信向。 父亲见到儿子,开始设举引诱他,把自己的好衣服脱掉,换上粗笔的衣服,好像监工一样督促大家干活。 完了以后凑到儿子跟前说,你是个好人,从今以后我多给你点儿钱,你就当我的干儿子吧。 我家里这个管家也不在了,以后柜台上库房里你都帮着我点儿。 这个儿子觉得这还可以,就在他们家二十年开始帮忙了,可是他的主业还是掏粪,不让他掏粪,他受不了,这个钱他不敢拿,但是开始以一子自居了。 这个在法华经原话叫做心相体信,就是漫漫儿心里有点感觉了,但是然其所指,游在本处,就是还停留在他自以为是个打工的状态中。 最后一幕是什么呢? 长者生病了,把儿子叫过来说,你好好管理,你当我管家这么久,也不浪费,为人公导,那么以后这个家我要彻底交给你了。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这个儿子的下列之心尤为能舍,还是觉得没有这么好的事儿。 直到这个大富长者知道儿子融通淘汰了,可以全盘拖出了。 这个融通淘汰的功德取决于什么? 就是佛陀讲般若时的时候,用般若整个的毕竟空,不断地给这个儿子讲法,最后才说原来佛果,究竟果就是法华叶盘。 大富长者临命中的时候才把大众叫到跟前说,诸位要知道,这是我的亲儿子,是我所生,我五十年没有见, 慢慢才把他找到,现在我要告诉大家,我所有的一切财务全部不保留地给我的儿子继承。 这个穷子听到以后,生大欢喜,说这样大的宝藏我啥也没干自然就有了。 这就是大富长者穷子欲,法华七欲里的一欲。 大富长者是完全把他的财产,就是佛的所有功德,一点而不漏地全部给了他的法王子。 所以这个儿子,你看从开始自己在贫民窟里面干,就跟我们自己修一点功德一样,今天不失点而,明天就祭点而,这就等于我们在贫民窟里面待着,慢慢而开始上道了。 然后到了大富长者的家里,开始修四念处,观无我,观不敬,修树西等等这些,好艰难地收射自己的心。 等于好不容易到了大富长者家里,虽然入了佛法,但修的是小法,他不敢承担呀,那你就天天掏粪吧。 陶粪可以维系跟大富长者的关系,但最终绝不是靠陶粪能像大富长者一样富有,然后慢慢当管家,这就开始修四地法,十二因缘,六度万行,就这么好好修,不断地修,反正就这几十年一直修,可是不管怎么修,大家知道最后靠的什么,还是靠的继承。 最后还是大富长者把这个家产送给他,他才真正成了大富者。 所以法华经这个信节品非常的微妙圆满,要知道我们都是穷子,大富长者的家就是我们本有的家,所以佛会以我们真实之力,介绍推崇净土横超法门,令凡夫往生到极乐世界直接成佛。 我们是极乐世界的独子,一梦梦到娑婆,一走五十年的光阴,穷困潦倒。 往生佛国就是最直接痛快的让穷子继承法财。 可是哪里有人敢去这么认为,不敢接这招儿呀,哪有这么好的事? 好像现在这世道这么乱,怀疑说这是不是骗子,该不是要哄的我将来坐牢吗? 这个穷子就是这样认为的,不敢继承佛国,他本有的法财。 从始至终这个大富长者的视野内全部是他的儿子,这就是阿弥陀佛佛光射受整个法界众生。 我们所有的一举一动,都在阿弥陀佛的视野中,他发愿的时候,就已经知道,我们虽然已经离得这么远了,可是将来要回去继承家业。 他修五节的时候就是给我们赚家产,他净土成立了以后,就是把家产都给我们置办好了。 他让你起信愿行,就是你还有那个一点点儿的不相信,不敢去,那就信吧,觉得这跟你无关那就发愿吧。 你觉得自己应该还要天天掏粪,就念着阿弥陀佛往这儿走吧。 为什么我们说如来所以兴出世,为说弥陀本愿海? 大家要知道所有的通途法门从这个角度来讲,全是铺垫。 你们敢不敢信这个法,就是包括六度万行,包括十二因缘的反观,包括四地苦即灭道都可以不休的,就念佛就行。 但是念佛这个法你信不起来,不敢来继承,那就先给你铺垫吧,你先去贫民窟干点儿活儿,到家来掏点儿愤,更进一步管各家,做各一子。 所以这一切都是铺垫,最终只有净土为归。 所以这么多的大祖师苦口婆心,就为告诉大家最后都要以净土为归。 这么多的千贤万圣,最后连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都往生极乐世界。 这个穷子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方便过程。 最终的一幕就是直接继承大富家产,这就叫成佛之力。 所以阿弥陀佛如来就是大富长者,最终我们闻名往生脱胎换骨,花开见佛的时候,就直接成为净土法王子。 Ple 투 чем是女人宿法。 我们发展的这些小 Integrity João. 我们 index吧。